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参加HSK三级考试 HSK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 共四十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 好吗? 喂 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 好吗? 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 一 我说穿裙子来 你说不行? 你看人家穿着多好看 穿裙子怎么钓鱼? 哈哈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很好 一 我妈妈妈妈妈 喜欢吃的清水 我说穿裙子来 你说不行? 你看人家穿着多好看 穿裙子怎么钓鱼? 哈哈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很好 二 我妈妈退休后喜欢上了拍照 我给她买了一部照相机 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丰富一些 二 我妈妈退休后喜欢上了拍照 我给她买了一部照相机 老年人的生活就应该丰富一些 三 我儿子都三十五岁了 还不想要孩子 真让人着急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要孩子都比较晚 我儿子都三十五岁了 还不想要孩子 真让人着急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要孩子都比较晚 四 今天是我爱人的生日 我想给她买个大蛋糕 我觉得送花更好 女人都喜欢花 四 今天是我爱人的生日 我想给她买个大蛋糕 我想给她买个大蛋糕 我觉得送花更好 女人都喜欢花 五 这张画儿挂在这儿可以吗 很好 就应该挂在沙发上边的墙上 五 这张画儿挂在这儿可以吗 很好 就应该挂在沙发上边的墙上 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 六 今年冬天真冷啊 雪也下得特别大 冷是冷 不过空气一直很好 天蓝蓝的 六 今年冬天真冷啊 雪也下得特别大 冷是冷 不过空气一直很好 天蓝蓝的 七 请问 教外国人学习汉字的书在哪儿? 在第二排右边的书架上 七 请问 教外国人学习汉字的书在哪儿? 在第二排右边的书架上 八 公司这几天特别忙 下班以后 大家都在办公室加班 你要注意身体 不要总吃方便面 八 八 公司这几天特别忙 下班以后 大家都在办公室加班 你要注意身体 不要总吃方便面 九 上个周末 我们学院举办了留学生晚会 大家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你怎么不早点儿 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没看到真遗憾 九 上个周末 我们学院举办了留学生晚会 大家表演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没看到真遗憾 十 这是我今天新买的毛巾 质量很好 而且价格也不贵 你真会买东西 这是我最喜欢的牌子 十 这是我今天新买的毛巾 质量很好 而且价格也不贵 你真会买东西 这是我最喜欢的牌子 第二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 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 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今天我想早点儿回家 看了看手表 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 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 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 十一 那部电视剧太好了 我还想再看一遍 他没看过那部电视剧 十一 那部电视剧太好了 我还想再看一遍 他没看过那部电视剧 十二 我问王力会不会弹钢琴 他说小时候学过 可是弹得不太好 王力不会弹钢琴 十二 我问王力会不会弹钢琴 他说小时候学过 可是弹得不太好 王力不会弹钢琴 十三 为了学习汉语 我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他们是外国留学生 十三 为了学习汉语 我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他们是外国留学生 他们是外国留学生 十四 昨天的联欢晚会上 老师让我给大家表演了一个节目 昨天老师表演节目了 十四 昨天的联欢晚会上 老师让我给大家表演了一个节目 昨天老师表演节目了 十五 小明今天上午考了两门 下午还要再考一门 然后就轻松了 小明现在很轻松 十五 小明今天上午考了两门 下午还要再考一门 然后就轻松了 小明现在很轻松 十六 张东 张东,你记住 这件事别告诉天羽 他不让张东把这件事告诉天羽 十七 十七 今天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 我点了 我点了马力爱吃的水煮鱼 烧茄子和西红柿汤 可是,马力今天嗓子疼 水煮鱼 水煮鱼太辣 他吃不了 马力不喜欢吃水煮鱼 十七 今天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 我点了马力爱吃的水煮鱼 烧茄子和西红柿汤 可是,马力今天嗓子疼 水煮鱼太辣 他吃不了 马力不喜欢吃水煮鱼 十八 跟你说过了 抽烟对身体不好 别抽了 他身体不好 十八 跟你说过了 抽烟对身体不好 别抽了 他身体不好 十九 老师,我的书忘在家里了 只能跟同学同看一本 他的书丢了 十九 老师,我的书忘在家里了 只能跟同学同看一本 他的书丢了 二十 王老师,我妈妈今天要来北京看我 我得去机场接她,不能去上课了 二十 他今天去火车站接妈妈 二十 王老师,我妈妈今天要来北京看我 我得去机场接她,不能去上课了 他今天去火车站接妈妈 第三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小王,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 小王,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 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小王,别再看电视了 小王,别再看电视了 洗了手快点来吃饭 知道了 爸爸,看完天气预报就去 女的在做什么? 二十一 二十二 小王,别再看电视了 洗了手快点来吃饭 知道了 爸爸,看完天气预报就去 女的在做什么? 二十二 我牙疼,家里还有纸疼片吗? 我找找看 一片也没有了,我出去给你买吧 女的要做什么? 二十二 我牙疼,家里还有纸疼片吗? 我找找看 一片也没有了,我出去给你买吧 女的要做什么? 二十三 老师,您刚才说的那本成语词典 在哪儿能买到? 大书店里都能买到 二十三 老师,您刚才说的那本成语词典 在哪儿能买到? 大书店里都能买到 女的想做什么? 二十四 你一个女孩子,买这么大个背包做什么? 要去什么地方吗? 你说对了,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旅游团 你想不想一起去? 二十四 女的买那么大的背包做什么? 你说对了,我报名参加了一个旅游团 你想不想一起去? 女的买那么大的背包做什么? 二十五 小明,英语考试得了多少分? 妈妈,这次只差两分就一百了 小明考试得了多少分? 二十五 小明,英语考试得了多少分? 妈妈,这次只差两分就一百了 小明考试得了多少分? 二十六 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常去操场踢球或者打篮球。 你的爱好是什么? 没来中国前,我就对中国书法感兴趣。 现在每周一、三、五都去业余书法班学习。 女的课下喜欢做什么? 二十六 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常去操场踢球或者打篮球。 。 女的课下喜欢做什么? 二十七 二十七 你好,张东。 现在有时间吗? 想和你一起聊聊天。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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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正忙着呢。 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二十七 男的现在怎么样? 男的现在怎么样? 二十七 二十八 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公司又派你去广州出差了。 哪儿啊? 我妈妈病了。 我请假回上海接她来治病。 女的前几天去哪儿了? 二十八 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公司又派你去广州出差了。 哪儿啊? 我妈妈病了。 我请假回上海接她来治病。 女的前几天去哪儿了? 二十九 诶,我问你。 今天晚上能回来吃饭吗? 今晚又有聚会。 你和孩子吃吧。 别等我了。 男的说晚上要做什么? 二十九 诶,我问你。 今天晚上能回来吃饭吗? 今晚又有聚会。 你和孩子吃吧。 你和孩子吃吧。 别等我了。 男的说晚上要做什么? 三十 今天又刮大风了。 今天又刮大风了。 这几天的天气真不好。 你穿上风衣走吧。 一会儿还可能下雨呢。 最近几天天气怎么样。 最近几天天气怎么样。 第四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儿吧。 一起吃。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儿吧。 一起吃。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 三十一。 请问,学校图书馆在哪儿? 你们是新生。 我是大三的。 我带你们在校园里走走吧。 那太好了。 可是这样太麻烦你了。 没关系。 我下午没课。 我下午没课。 到底是什么? 难的, 是做什么的。 三十二。 玛丽,你看那个人是麦克吗? 哪儿?哪个人? 超市门前从摩托车上下来的那个人。 不是,麦克比他高多了。 超市门前的那个人是谁? 三十二 玛丽,你看那个人是麦克吗? 哪儿?哪个人? 超市门前从摩托车上下来的那个人。 不是,麦克比他高多了。 超市门前的那个人是谁? 三十三 我今天头疼得厉害。 你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 不是,我同学从外地来我家。 昨天我陪他去医院看病, 我穿得太少了。 那你一定是感冒了, 昨天气温多低呀。 女的昨天做什么了? 三十三 我今天头疼得厉害。 你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 不是,我同学从外地来我家。 昨天我陪他去医院看病, 我穿得太少了。 那你一定是感冒了。 昨天气温多低呀。 女的昨天做什么了? 三十四 玛丽,你去哪儿啊? 去看电影,一起去吧。 我不去,刚来三个月, 看不懂中文电影。 我也不是全看得懂。 女的昨天做什么了。 女的昨天做什么了。 三十四 玛丽,你去哪儿啊? 去看电影,一起去吧。 我不去,刚来三个月, 看不懂中文电影。 我也不是全看得懂。 女的昨天做什么了。 女的昨天做什么了。 三十五 真对不起,我来晚了。 你怎么现在才到? 我都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我早就出来了, 可路上堵车堵得厉害。 走走走,我请你吃饭去。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吃,咱们还是先看花展吧。 女的要做什么? 三十五 真对不起,我来晚了。 你怎么现在才到? 好,我都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我都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我早就出来了, 可路上堵车堵得厉害。 走走走,我请你吃饭去。 我不吃, 咱们还是先看花展吧。 女的要做什么? 老师,去中国朋友家做客, 带点什么礼物好呢? 朋友家有孩子吗? 有孩子的话,买个玩具就挺好。 我朋友刚结婚半年, 还没有孩子呢。 是这样啊, 那就带点水果吧。 老师建议女的, 给朋友带什么礼物? 三十六 老师,去中国朋友家做客, 带点什么礼物好呢? 朋友家有孩子吗? 有孩子的话, 买个玩具就挺好。 我朋友刚结婚半年, 还没有孩子呢。 是这样啊, 那就带点水果吧。 老师建议女的, 给朋友带什么礼物? 三十七 诶,李强, 你都有哪些业余爱好? 我喜欢运动, 比如游泳、跑步、爬山什么的, 尤其喜欢打篮球。 这么说, 你的身体一定很棒。 那当然。 男的最喜欢什么运动? 三十七 男的最喜欢什么运动? 三十八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文文, 在英国留学, 上周回来的。 毕业了, 在英国学习什么专业? 学习法律, 还没毕业呢, 圣诞节放假就回来了。 学法律, 将来也想和你妈妈一样当律师吧。 女的是做什么的? 三十八 我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文文, 在英国留学, 上周回来的。 毕业了, 在英国学习什么专业? 学习法律, 还没毕业呢, 圣诞节放假就回来了。 学法律, 将来也想和你妈妈一样当律师吧。 女的是做什么的? 三十九 爸爸回来了, 刚才妈妈来电话说, 今晚她去看病人, 晚点回来。 是吗? 那晚饭你是想在家吃呢? 还是去饭店吃? 在家吃吧, 我很少有机会吃到爸爸做的饭呢。 好吧, 那你先去写作业, 饭做好了, 我叫你。 男的平时在家里常做饭吗? 三十九 爸爸回来了, 刚才妈妈来电话说, 今晚她去看病人, 晚点回来。 是吗? 那晚饭你是想在家吃呢? 还是去饭店吃? 在家吃吧, 我很少有机会吃到爸爸做的饭呢。 好吧, 那你先去写作业, 饭做好了, 我叫你。 男的平时在家里常做饭吗? 四十 听说你想找汉语辅导老师。 我认识一个中文系学生, 一个小时二十五元。 老师, 我想找那种 你想找什么样的? 我想找那种互相学习的语办。 他教我汉语, 我教他英语, 不用付费。 男的学习什么? 四十 听说你想找汉语辅导老师。 我认识一个中文系学生, 一个小时二十五元。 老师, 我想找那种…… 你想找什么样的? 我想找那种互相学习的语办。 他教我汉语, 我教他英语, 不用付费。 男的学习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请不吴 针人 加油 LGBT men 学习 coast